15岁的美少女竟然睡在盒子里 提前100年体验的短板的感觉 燕妮家位于北京海淀 尊贵的45个平方 谁能想到价值500万的豪宅 仅有一间正经卧室 没事 燕妮妈是阿怪的铁粉 早就学会了偷空间 她在2.5米高的门厅里 用木板搭出简易阁楼 好消息是实现了女儿拥有独立空间的心愿 换消息是阁楼的高度仅有50公分 燕妮每天都要使出歪头纱 年幼的颈椎承受了太多压力 阁楼的通风唤起全靠墙上的猫眼 纯纯是个自欺欺人的玩意儿 幸好那头还有个大点的洞 现在是能通风了 但底下埋伏着电箱和裸露的电线 燕妮能睡这么多年 全靠八字非常硬 不仅如此 由于阁楼卧室太潮太前卫 墙面嘎嘎往外冒冷凝水 导致燕妮每周都得换床单被褥 不然她就赶给你长绿毛 这都是些小毛病 王炸还在后头 可阁楼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是电梯景 在家就能免费听电梯运行的噪音 用燕妮的话来说 这就是360度环绕式音箱 要带两层耳塞才能睡着 别看燕妮睡得憋屈 她哥也没好到哪去 嘚嘚只能在客厅打地铺 起床后全身的骨头都离家出走 兄妹俩主打一个有难共享没觉可睡 设计师小高挺身而出 推开门就是暴击 狭窄的门厅摆着巨型橱柜 啥鞋子外套都往里丢 主打一个串位 小高也是开眼啊 头一次见这么高级的阁楼卧室 这不得上去体验一番 差点没卡在中间 她表示 往里边一躺有种提前躺板板的感觉 活着真好 门厅往里走就是面积11平米的客餐厅 阿怪满脸问号 睡沙发肯定比睡盒子舒服啊 但燕妮觉得 因为想要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吧 然后我妈就想办法给我做一个那个阁楼 这家的卫生间只有两平米 还正对入户门 听说这样风水一流 全家四口人洗漱 要拿爱的号码牌 北京的早高风从家里开始 不愧是一线城市 位于屋子南侧12平米的房间 是燕妮父母的卧室 里边摆着全家唯一的书桌 燕妮每天就伴着老父亲的呼噜声写作业 阿怪不理解 就不能在客厅写作业吗 卧室连着阳台 不出意外密密麻麻挂满衣服 完美挡住阳光 往里边一瞅 没有意外也全是衣服 外家大儿子睡觉的地点 他没有卧室就算了 睡的被褥还要接受风吹雨打 只有儿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按照节目的老规矩 设计师要再委托人家体验一晚 小周自告奋勇要睡盒子里 到了半夜被吵得睡不着 于是就和阿怪诉苦 这里的噪音高达60分贝 感觉像一群老太太在耳边跳广场舞 隔天一早 小周连忙收拾东西跑路 呸 回去画设计方案 改造第一步 拆除阁楼卧室 新搭的女儿房有7.2平米 大小是小盒子的四倍 并且家具U型摆放 又能偷出0.3平米的空间 这是个知识点 赶紧记起来 接着要处理电梯井的噪音和震动 普通的隔音连起不了作用 小周想不出办法 摇来升学专家石惠宾老师 专家首先进行实地勘察 眨眼的功夫就得出结论 电梯带来的震动和筋膜枪是一样的频率 正常人睡久了肯定精神衰落 专家告诉小周 解决噪音的唯一办法 就是消灭噪音传播的搬运工 简单来说 房间的六个面都不能和墙面有肢体接触 这还不好解决 重新搭个悬空的阁楼卧室 小周没有听阿怪胡说八道 她先是在地面做了一层隔音 然后再往上面铺混凝土 最后再盖一层地板 其他五个面没法这样做 那就只能多起五面墙 做个防中防 时间顺移到两个月后 燕妮一家四口来收房了 只听见瓷器笔伏的铃娜 铃娜 不好意思 走错片场了 改造前狭小的门厅摆着尊贵的柜子 还有家建的二层结构 这让本就压抑的门厅 雪上加霜 改造后的门厅变得宽敞明亮 占下一家四口不成问题 储物空间也不能少 正经衣柜外加四个鞋柜 我们可以 每个人飞一格 上面还是搁衣服 进门处新增换鞋凳 坐着换鞋不香吗 之前推开入户门正对着的是厕所 怪尴尬的 如今改成了书柜 扑面而来的书香气息 改造后的厕所有六平米 厕所的地砖采用苹果15同款配色 一片只卖9块9 墙面则是纯白色 还是这颜色耐看 厕所是经典的干湿分离 一家人洗漱不用打架了 接着来到父母房 这里兼聚客餐厅的功能 谁叫他的面积最大 石木家具搭配大白墙 有点民宿那位 改造前整间屋子只有一组衣柜 放不下的衣服都发配到阳台 如今整面墙都是衣柜 厌尼妈可以放心买买买了 灰色的柜体颜色 主打一个耐脏好打理 餐桌对面就是电视机 看之前记得先充超级会员 厌尼父母对新床特别满意 这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睡的东北热烤 主要是这房间里没有书桌 今后能睡个整觉了 之前的阳台因为晒满衣服 沦为装饰品 现在不晒衣服 没有任何遮挡 采光就变好了 一家人站在窗边 住了十年 头一次看清外边的风景 伸缩量一架藏在上头 既使用又不影响美观 接着看到的是厨房 麻雀虽小 内脏俱全 根据妈妈身高定制的橱柜 还贴心的装有拉篮 取物变得更加方便 最后压轴出厂的是女儿房 粉色的墙面 设计师是懂小女生的 床铺虽然还是嵌在墙壁里 但总比那个盒子强 卧室采光最好的地方 摆着书桌 验你以后就在这学习 全家都开心了 唯独儿子嘟着嘴 她还没地方睡呢 小舟上门来接受审判 顺便揭秘彩蛋 首先主卧里的床 其实是踏踏米 下边全是储物箱 关键时刻能变成丧尸庇护所 按下按钮 隐藏在踏踏米中的茶桌 就会生起 夫妻俩可以在这吃瓜聊天 其次儿子的卧室 藏在女儿房上面 过到中间的储物柜 就是梯子 真是风水轮流转 轮到她睡盒子了 还好卧室自带窗子 望出去就是隔壁洞 不用担心压抑的问题 按照惯例 晒出账单 一共花费20万元